什麼外景槌在這裡來 你是自願過來 還是有人帶你過來 園警一進入民宅 打開其中一間隔間房 馬上就發現了一名女性被害人 被叫醒後 詢問她是誰把她灌在這 第一天住 進行有帶回家嗎 一問果然就是被帶過來的 帳戶存折也不見了 一棟民宅 樓上樓下都有隔間 全部都拿來監禁無辜被害人 沒有 他不在 黃信嫌犯還假裝沒事 每一間房間他都有鑰匙 就像射箭一樣 控管被害人行蹤 三層樓的透天座 一樓隔成四個隔間 總共有十間房間 每一間只有三坪大小 其中幾間還被改成可以反鎖 園警當場找到被害人 破獲這起詐欺集團 又騙無辜弱勢民眾 把他們當主宰 關在小隔間 詐取帳戶和提款卡 像是有警察來這裡 你也不知道他裡面有怪 我不知道他跟朋友來 是怎樣我也不知道 像那一早在做事 看似不起眼的透天措 結果是監禁住宰的地方 地點就在雲林北港 檢警進一步追查 發現這些被害人 都是居無定所的遊民 或者是原住民 扎欺集團夾借有免費住宿 或幫他們找工作 誘騙被害人上當 之所以要誘騙被害人 控制他們的金融贊物 再請他們去領取詐騙所得 除了負責監控被害人的狂性嫌犯 檢警又巡線監聽 找到三名同伙 經過半年多查棄 在今年二月 居提到主要指揮命令的 三十二歲宋姓幹部 一併提起公訴 TV新聞張崇敏 原林報導